我们虽然设计这个小记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小记没有用 小记这里呈现负号的感觉也不好看 我只要一个累计就好 可是当你把这一栏删掉的时候 你后面又出问题了 如果出现这样子 这个叫reference的缩写 REF 他参考错误了 那怎么办呢 来我们改一下 其实我们只要累计这一栏就好 小记都不要 来首先累计怎么算出来 累计这一栏可以直接设收入减支出 所以点收入 然后减掉支出 OK 那现在这个怎么算 这个你就是累计 加上这一格收入 减掉这一格支出 可以吗 来所以我等一下你就等于 累计 然后加上 点这一格收入 减掉支出 减掉支出 减掉 然后后面 下一格是不是就是 你 上面 加上 左边第二个 然后 减掉左边第一个 等于他 就跟这边的公式是一样 加上上面的 减掉左边 加上左边两个 减掉左边一个 变他 所以这边后面公式是一样 下拉 他就下来了 可以吗 好 除此之外 我们再多讲一个 那所以以这样子设计出来 我可能最后底下 我希望能够一个收入的累计 跟支出的累计 所以你就可以是这样子 假设我放在这一格 当然我也可以不要在这一格 我想要中间 我要统计写在旁边 假设这边写一个收入 收入统计 然后这边写一个支出统计 然后我希望写在隔壁 收入统计写在这里 支出统计写在这里 可以吗 好 那这里怎么写 我就建议各位 来我把它拉过来一点 这里怎么写 我就写等于 这里 我跟你讲 你当然这样子可以 你选起来 你看哦 你有没有看到等于 然后我这边 我这边在拉的时候 你们看到这边的数值也会跟着变 往下拉 C2冒号C7 意思是说 从C2到C7 可是从C2到C7 你只说按Enter 其实有点关系 我先支出 先来做一次 等于 这里 然后Enter 嗯 好像怪怪的对不对 好 因为你要写的是 等于 上 上是加总 然后刮胡 这里到这里 刮胡 Enter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公式 D2冒号D8 是代表 我从D2这一格 一直到 D8这一格 然后干嘛 上加总 OK 但是呢 来我在 那像刚才这一格 你写个C2到C7 他其实不知道什么 而且 来 我再重复 现在我打了 五笔资料 好 等于 收入应该这样写 我刚才想说 上 刮胡 刮胡之后 请你再去 选 这里 刮胡 Enter 然后支出呢 等于 SUM SUM 是SUMMARIZE 加总 来这里 到这里 刮胡 Enter OK 但是呢 哪一天 我又加了一笔 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又加了一笔 假设是吃早餐 然后呢 吃早餐 花了 假设 我故意有小数 好吧 123 不是小数 有 有 有那个 个位数的数字 123 我打完之后 没有变啊 为什么 因为公式的范围 只到D6 D7 没有啊 哇 那我还要再改一下 我现在这边要改成D7 然后Enter 才会算进来 好累哦 我跟各位讲 你的加总放在旁边 真的是有好处 我用小一点点 好不好 我用太大了 这样子 我用这样子 我加总放在旁边 有一个好处 是什么呢 我可以是这样子 收入统计 你看哦 我这边上 改掉一下 上前刮壶 然后 我点C栏就好 C到C 后刮壶 Enter 支出也是一样 等于 上 前刮壶之后 点D栏 后刮壶 Enter 出来 哎 糟糕 我现在又要增加一笔哦 你看哦 三月 三月 我三月十一样 三月十一号好了 三月十一号吃中餐 哦 我跟 呃 我跟人家吃了中餐吃到太好的中餐了 花了 呃 一千零 呃 五十五好了 一千零 你看哦 当我这边按完 按 Enter 马上变 可以吗 哦 所以哈 加总 是可以 第一冒号第一 就是加总 第一栏所有的 可以吗 哦 所以 虽然刚才哈 我们加总是可以加中间几格 但是如果你那个持续以后增加资料 增加资料会有一 比数会越来越多的 你每次都要再去改那个范围 太累了 我直接加那一列 所以我比较建议各位 你的总计 不要放底下 很多人习惯把这个 哦 收入总计 支出总计放底下 那你就没有弹性了 因为 我到时候再增加一比怎么办 你要在前面的总计 去新增 上一列的资料 可是你这新增上一列之后 加总不会加到那一列 因为你的公式没有到那一列 所以你反而把加总放在旁边 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 我要加总那一整列 我要加总这一整列 他就很快就算出来 比如说这时候我又 假设又有薪资收入 假设 那个 那个什么 发票中奖 好 我这边弄一下 3月11号又有发票中奖 好 假设这时候是400块 好不好 你看哦 按下 Enter 这边就变了 可以吗 而且我们刚才加了这些公式 有一个好处是 就像这边有这些 我再继续往下拉 我上次薪水不是三万 我是三万 三万五千 这时候你一改 这一改三万五千 好 按下 Enter 你后面的公式马上都自动 帮你重新算过 你就不用自己再重新加总 好 所以这就是用 试算表 试算表的好处 就是你一旦有些设计 设计完 你要设计的 你要怎么一个有弹性的设计 而不是自己在拿计算机 按按按按按 把数值直接打在上面 这样子以后变动都没办法变动 你要设公式 OK 那这边加总也是设公式 等于上多少 那以后你只要哪一个变了 后面会跟着公式就变了 OK 哪一个数字你记错了 改一下 后面马上都帮你做好调整 当然这只是最初级的而已 今天我们先让各位 简单的接触这种试算表 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 很快的设公式把它弄出来 好吗 好来 各位操作一下